我们首先要时刻来保持我们脚下的弹性和启动 然后你击球的时刻要稳住重心迎球去打 球拍带动身体去抢点 一定要抢在身体的前面 用肩膀去支撑你的手肘 走关节千万不要乱晃 依靠小臂带动手指手腕的力量 进行一个边打 收少打多我前期已经跟大家解释是什么意思了 没有看过收到打多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收少打多的意思 然后你打球的时候 可以为了增加这个球的质量 你的重心也可以同时跟着球的出球的方向去跟进 这样你的球会稳一些 处理这种反派抽球的时候 大家在没有特别熟练有把握 那你千万不要 要求太高 快速打过去是我们的第一选择 能够熟练快速打过往 再要求精准和角度 就是在我们双打的比赛当中 其实速度是要比角度和质量更重要的 你的速度只要够快 其实很多球都可以通过连贯的一个套路去把对方打死 然后进行得分 如果你每一拍球都是为了质量很好 要把它打得很完整 那有的球对方已经准备好了 你打得再好 他也有办法能够跟你回过来 所以说大家打双打 你的速度是一定要放在第一位的 有了速度再去要求精度和角度 然后我们在反拍进行抽球的时候 不管你是抽直线还是抽对角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抢到第一时间 赢球去打 快速处理 千万不要为了处理好这个球 而放弃最高点 这个是非常不划算的 我们可以在场下 可以多进行一些空拍的分拍练习 大家要注意 一定是下肢保持一个弹性 一个启动的一个状态 然后用你的手 用你的拍子去带动你的身体 让你的身体的面积做大 然后再去靠你的手指手腕 一个小臂 一个边打 去把这个球快速的处理过去 他有的时候 那个球啊 他过来对方处理的很好 那我们要求就不能那么高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泄力的放网 也可以去给他拉起来 所以说我们打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拍子先过去等着他 就把这个反拍的抽球 就跟我们正常的打高吊杀的 原理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先要架拍 我们第一个球拍带动身体的出来的 这个就叫做反拍的一个架拍 拍子架好了 是比什么都重要 拍子架好之后 你想再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处理球 都没有问题